再来看到先前被大喊股价被低估的鸿海 现在又营收证明它的实力 我们就来看到随着iPhone 12的热卖 鸿海11月的营收创下了历来的单月新高 就连外资都调高它的目标价 只是鸿海股价仍然未见明显的动能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进入了新拜登时代之后的鸿海 机会在哪里 苹果向来骄傲猛打防水的宣传 虽然被意大利政府以夸大误导开发3.5亿 但一点都没影响iPhone 12的出货 还是大爆发 这让主装代工厂鸿海11月营收破6800亿 又创历史新高来安股民的心 我觉得是低估 当然我们管理团队还需要努力 让我们的这个投资大众能够安心 卡拉好委屈 四日鸿海股价终于动了那以下盘中最高一度 来到83.4元市值超过新台币1.15兆元 外资摩根斯坦利还喊出 优于大盘102元的目标价 很多的闲钱都在今年第四季出来了 像美国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或者圣诞节 我们买很多电子产品 包括还有游戏机上Sony PS5还有Nintendo 所以今年下半年是很好 而股民心不安的是 当年浩浩荡荡100亿美元微洲的投资计划 虽然不变 但威斯康星周报却传来 鸿海未来三年恐怕很难拿到租税抵免 收盘股价拉回到82.9元 只是这几年其实投资非常不顺 产品也做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鸿海当务自己在美国 尤其是威斯康森一定要把它整个修理好 尤其他跟拜登的关系 真的要好好去整理好 杨映潮被鸿海董事长创办人公认 是地表最懂鸿海的外资分析师 他坦言冒占下鸿海78亿投资越南只是过渡期 越南的化制企业也越来越贵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下一个目标 我觉得就是印度 他们在印度应该开始要开始做一些计划 因为越南人工加上之后跟大陆一样问题 只有印度而且印度市场够大 所以我觉得印度是一个很关键的布局 显然代工不再是鸿海的全部 当郭台铭招棒这一刻 接班人刘洋伟势必要担起创新鸿海的重磅 这样子的PB还有这样子的PE 我觉得是为我们的股东有点抱不平 只是抱不平就得拿出真本事 令外界眼睛一亮的 或许就是电动车MIH平台联盟 刘洋伟知道得引擎得电池 有系统就能得天下 我觉得明天它的server会非常强 因为明天开始5G AI之后的话 后面的一些运动力或计算力很强 所以鸿海的server会非常强 第二个的话就是电动车 就是EV 鸿海在EV已经耕耘多年 明年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很大的展望 尤其是零件像电池甚至组装 所以明年会其实今年的成长性 再加上server跟加上电动车的零件跟组装 我建议它要听进去了 之前鸿海每一年就一个股东会 它像股东会加上四个煤气的法朔会 还有鸿海科技日 我觉得一样把鸿海很多的优势都展现出来了 钢灰 钢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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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钰钰 钰钰 钰钰钰